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有技术材 EKI 那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 我为大家抢先静态体验过我身旁的这台全新奔驰EQS 而今天我们又把排面拉满了 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又抢先试驾到这台奔驰的EQS 是动态的 但是今天因为是在这个场地内 所以能试到的东西非常有限 就是很初步的体验一下这台这台动态的感觉 所以各位我们把排面打在公屏上好吗 那首先呢我还是会大家简单的来看一下 这台车它外观和内饰的一些设计 因为这毕竟是梅塞德斯EQ品牌旗下首款纯电的轿车 它也是奔驰真正意义上第一款正向研发的纯电车型 之前那种有改变的EQS怎么就不去算它了 好看不好看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 觉得好看的扣1不好看的扣2 关于外观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不管它是否好看 你开这台车出去肯定是有一个非常高的回头率的 因为这台车它整个外观还是那种非常科幻的一个造型 很像之前的概念车的设计 前后的大灯都是贯穿式的 这也是梅塞德斯EQ品牌很重要的标志性的设计 那另外我想说的就是这台车它的外观是完全从功能性服从于设计性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有一个数据 这台车它的风阻系数是全球最低的0.20cd 因为有了这个更低的风阻系数呢就能带来更长的续痕里程 以及更低的能耗表现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台车从侧面来看就像被风吹动一样非常具有流线性 那可能大家现在暂时还不是太能接受 但是我觉得你站到这台车实车旁边看久了之后还是挺顺眼的 特别是它后面这个螺旋式的尾灯 我觉得真的亮起来的效果非常的棒 那这台车大家其实可以从侧面看到有一个非常短的前旋和后旋 其实它的车身长度是不如S级来的长的 但也已经超过5米2了 但是它的轴距是基本和S级一样的 应该是3米21左右的一个长度 还有我想和大家说的就是它的前进气格山 或者说现在已经不叫进气格山了 就因为是分闭式的嘛 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前格山 你可以看到除了当中巨大的奔驰logo之外 它还有很多小的三叉行灰 现在奔驰把这个叫做暗夜星镇格山 其实它除了奔驰logo展示之外 其实它在内部还集成了很多比如说摄像头 雷达一系列的功能性的部件 它全部都是整合在里面了 而不是很明显的给你做在外面的设计 所以这个格山科技含量很高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如果你撞一下的话维修起来的成本当然也不低 这个前大的内部三个点 这是区分它S级身份很重要的信息 大家以后在路上看到灯枪内部有三个点的奔驰 就知道这是S系列的产品 然后它这个像素化的LED大灯也是可以实现 260万的照明分辨率 这个汽油版的S级上面是一样的奔驰最顶级的科技 然后在侧面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的开关一样的东西 这是专门加玻璃水的地方 当然你不要把什么洗衣粉 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加进去 就是正常加玻璃水 这大概就是我关于这台奔驰EQS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点了 好 现在咱们终于要把这台EQS给开起来了 首先我想说明的一点是 这台车它的启动奔驰不像其他的那种新势力的造车品牌 是那种一踩刹车你一挂挡就直接开走的 而是仍然保留了一个实体的启动按键 那它就在中控下方这里的位置按下它之后 伴随这一个非常具有未来感像在开宇宙飞船一样的声音 还有整个前座舱内饰氛围灯的提醒 就代表你现在已经把这台车给启动了 然后你就可以随时出发了 来吧 咱们上车先体验一下 相信各位已经注意到了 这台车它会有善良模拟 目前是两种不同的模拟生效 而未来OTA升级还可以再加入第三种 好像叫做动感脉冲 那现在我们先来调一下它的模拟音效 是在车辆里面 声音世界当中进入设置 有银色声浪和灵动支流 我们试一下银色声浪 既然是动态实际上 咱们还是先使用灵动支流吧 好了 那咱们准备好就直接出发吧 好 咱们在这里会先做一个简单的动态绕装 我先使用舒适模式来启动一圈 比较晃 可以看到前面屏幕里面我就已经晃出画面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首先这台EQS它的重量非常高 次重达到了2.6吨 所以整个车身它为了追求舒适性 整个悬架它的那种飘鼓感侧倾还是比较大的 我上手初期体验是这样 好 现在直线加速区域做完了 321走 这380千瓦的最大功率和4.4秒百公里加速真不是吹的 一脚地板垫出去之后 整个车的加速感当然是没话说 还是会有那种很强的眩晕感的 我会觉得这个刹车脚感比起SG会有一些区别 首先这整个刹车踏板的调教在前段它的矿量会很大 其实所有奔驰的豪华车型 包括之前我试过的麦巴克JOS 还有SG都是这样的 但是踩到后程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刹车踏板给你的信心不是特别的强 不像SG踩到后面会特别实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方面的原因 可能是自重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它刹车踏板调教的原因 还有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自动驾驶的原因 因为EQS未来是能达到AO3级别的自动驾驶 所以其实它的刹车踏板里面肯定有很多电控的调教 然后现在在绕装 这台车它的车身灵活性首先肯定是值得表扬的 虽然作为一台车长达到5米6的大车 但是因为具备了它的四轮转向系统 而且它后轮的转向角最大是可以到10度的 那现在我们这台580就是已经到10度了 所以整个车身在这种绕装的环境下穿梭是非常灵活的 你看即使它的车身尺寸非常大 但其实一把掉头就可以直接掉过来 我们现在再来做一次绕装 我们绝对不能以一种很粗暴的方式来给这台EQS做绕装 因为它的集中放在那里 我觉得前面稍微极限一点的话 这台车身会有些收不住 就是它会有一些推头的迹象 好 我们现在再来到直线加速的区域 前面我们是一脚垫直接飞出去的 现在我们来细腻一点拿捏一下 稍微缓地来对待一下这个电门 看一下这台车的电门的调校 这那种踩多少有多少的感觉 在Comfort模式下并不会特别的冲 那这也符合这台EQSS的部分 还是要追求豪华感的一台搭型车 我们现在再绕后来体验一下它的动能回收 我目前为止一直是无能量回收的状态 看一下它的动能回收效果会有多少 现在减一档 标准能量回收的话 感觉还是很轻微的 调到加强能量回收之后 这个车松电门状态下的制动力就来了 松 一脚加速出去 我现在松电门 这种能量回收的感觉确实会有 但是它并不像特斯拉那种 一直给你推出去扯回来 推出去扯回来那种很强硬很生硬的感觉 其实之前体验EQC那台车 我印象里它的动能回收和这台EQS的感觉是很像的 就是状态很轻微 而且整个减速的力度来着比较线性 那我觉得这就不太容易晕车了 这点还是非常好 所以这台EQS开起来 我觉得大家还是就很舒适 比较佛系的一种心态去开 那就OK了 好 现在我坐在这台EQS的后排 来体验一下它后排的动态 首先这个坐姿会感觉明显比前排要高很多 而且座椅其实它靠背调节的角度范围是很大的 后排坐的舒适性怎么样呢 因为前两天我刚刚正好体验了S级的后排 我觉得后排的舒适性比起S级的话 还是欠缺了那么一点点的 这台车可能更适合自己开 而且后排坐起来的时候 感觉这台车它车身动态的那种侧倾 它那种晃动的感觉 会比前排要更明显一点点 仔细感受一下后排它这种细腻的绿震 其实悬架的舒适度我觉得在后排也还是OK的 怎么在一台未来的一台充满科技性的汽车上面 再去附加豪华感呢 我认为奔驰在这台EQS上面做的点是关于细节的拿捏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横向宽度达到1.41米 非常夸张的它们叫做Hyper Screen的MBUX超联屏 那其实这是一整块由康宁大猩猩提供的玻璃面板 它下面还是分成了三块不同尺寸的OLED显示屏 包括你主架的仪表盘和副架前面的这块都是12.3英寸 而当中的这块是17.1英寸 那再来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实现零层级的界面 那往往我们在用一些车机 包括是手机系统的时候可能会需要进到两层菜单 甚至是三层菜单才能实现控制一些功能 但现在这块屏幕的尺寸足够大 所以理论上来说你一些功能 直接在第一层菜单就可以直接进去实现了 另外这台车它支持面部识别还有指纹识别 这也是它能体现科技感的地方 而至于我说的豪华感 那就是在这台车整体内饰的质感 这种质感是双层意义上的 首先是它的触感 很多的地方都用了哪怕真皮去包裹 另外在中控还有门板上 你都能看到这种像在游艇上面使用的木纹式板 那就会显得很高档 而且在前面仪表盘的部分 也有这种双缝线的处理 当然奔驰最牛的还是到了晚上之后 氛围灯给你营造的这种氛围感 我还很喜欢的是它类似于飞机发动机的 这种涡轮式的空调出风口 都显得很精致 所以在豪华感的处理上 至少在电动车这一块 我敢说这台EQS是目前我体验过的最豪华的电动车 我们来到后排 其实在车门方面这台EQS也是很智能的 它可以实现自动关门的功能 甚至是手势关门的功能 也可以在主架通过屏幕去控制四扇车门的自动开关 首先这是一台580的版本 即使在这台580的版本上面 座椅仍然是不带腿脱的 但是它的靠背角度还是可以支持调节的 也带小头枕 原来麦巴赫专属的小头枕 在中央扶手的区域会再给你一个平板电脑 座椅能实现加热和通风 奔驰还告诉我说 现在这套MBUX系统有非常强大的AI自主学习能力 它一旦知道你的习惯了之后 就会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来询问你要不要继续这样做 当然我觉得这也是有bug的 比如说你习惯在每天下午5点的时候打电话给艺术 比如说小莉 问她要不要吃饭或者帮忙订个饭 那假如有一天你的妻子在你的副驾 她突然跳出来问要不要打电话给小莉 那多少会引起点家庭矛盾 另外我还发现这个车前排一个小小的缺陷 就是在使用这块中控屏的时候 如果我的手搭在这个区域的话 你看我其实是会误触到这里的控制面板的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在设计上 一个小小的bug吧 最后要和大家说的就是 这台车在充电方面的一些信息 之前得到的消息说 它会配备一个107.8千瓦时的电池组 但其实它现在电池组 已经升级到了111.8千瓦时了 所以这是经过升级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在12月17号 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这台EQS应该已经上市了 可能先机会分为450和580 两个版本 一共四款不同的车型 450它当中会有一个最长的续航板 在COTC的标准下 是能达到849公里的续航里程 这台580的话 好像经过测试 也是可以达到700公里左右的续航里程 至于这个续航里程是否可靠 我觉得大家还是相对可以比较放心的 因为奔驰只要表显剩余多少 基本都还是比较实的 之前我做EQC的测试 时候是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另外它可以支持145千瓦的直流快充 可以在37分钟的时间内 将电量从10%充到80% 另外奔驰为这套EQS开发了一套 非常智能的电池管理系统 也就是说在后期它的电池都是可以经过OTA去升级的 那最后我们对这台EQS开完之后做一个总结 我觉得首先要肯定的一点 是目前我开过的最豪华的电动车 因为其实你看百万级别的电动车 无非就是特斯拉的Model S和保时捷的Taycan 当然Model S那个九皇我们先往旁边放一放 这个先不谈 它可能更注重科技感 保时捷Taycan一样 保时捷是一个传统的车企 开发出来的电动车 它可能是更偏向于性能的车型 而如果你想要豪华 我觉得目前来说这台EQS还是一份的选择 前几天奔驰也是得到了认证 可以在德国实现L3级别的自动驾驶 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打开自动驾驶辅助之后 可以实现双手拖把简单地去处理一些邮件之类的事情 所以在豪华感上 包括在自动驾驶辅助方面 我认为这台EQS都是值得肯定的 那除此之外 我认为这台EQS 特别是被赋予了S的名号之后 还是会略显得保守一些 S是要能引领一个时代的豪华的 它得是一个风向标 甚至是标杆一样的车型 那这台EQS它是否引领了未来的豪华和未来的潮流呢 我觉得有一点这种感觉 那可能不够明显 它缺乏了一点想象力 大家可以看之前的高和的Hi-Fi Z 它有一个这种机械壁石的屏幕 虽然有些花里胡哨 但是也确实很有噱头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传统的新势力和奔驰这种老牌的传统豪华品牌 它们之间的理念上的区别 那新势力造车它们可能更天马行空 会更放得开手 但是奔驰作为传统的豪华品牌 它还是得求稳 它还是得求精 得确保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做到足够的可靠 它才会拿出来再卖给你 所以今天对这台EQS的动态体验部分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AKI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